意味性皮肤炎案例 2010年夏天,我皮肤过敏 部位有左眉毛,右肩腰部一圈 因为公司要求就医证明去看了皮肤科 医生说是意味性皮肤炎 雾晒太阳,即抠抓 换了快十种擦拭的西药 但我都只会擦一两次 大概两个月腰部好了 但额头两耳还持续痒 医生说过敏体质的关系 除非搬去热带气候的地方 但我想想也作罢 因从小就是过敏,打喷嚏 各处疹子发痒,司空见怪也不理会了 第一天,6月10号 背部正在肆虐的发痒 姜汤一斤熬成一碗 饮食温热性食物 因按推头部原始点太痛之后就停止按推 至8月1号才又开始执行 心情,受害自敛,暴躁,封闭外界关心 拒绝看西医 抽体一堆西药也不去擦 心得,当时没有病食感 热源严重不足 所以发痒不止 第八天,6月18号 痒到前胸敷温姜泥一天两次 比蚊子药还痒 好像身旁一公尺有人经过 都会引起发痒 反正很敏感的 会大叫别碰着我 因皮肤太过刺激 之后改成敷姜粉加冷开水 心情紧张,暴躁 发炎不分日夜 又痛又痒 心情起伏很大 第26天,7月6号 身旁人发现臭味 自己却没发觉 两手被内侧正发痒 抹姜粉前,抹姜粉后 第41天,7月21号 觉得病况没好转 又差点被父母两度拉去打针 最近晚上睡不着 总是想起志工的话 反省为何睡不着 索性起来翻小厕子 发现要改变姜粉 加温姜茶 不适合使用冷开水 第45天,7月25号 开始落实24小时温敷和运动 一运动,爬山爬楼梯 树下晒太阳 二,温敷 用红豆袋敷40分钟没中断 直到微微发汗 稍微觉得冷就会注意 每一分热能流失前都要保留 三,碰巧台风来 气温凉爽 好睡三天 发现周围环境温度27至31度 就不痒不会打喷嚏 很舒适 从此留意环境温度 终于出现停损点 心得 温姜汁加姜粉 使复原速度更加快速 结甲很高兴 痛痒也减低 每天运动流汗 只好又冲澡 让结甲碰睡 不用两天就会结甲 但新皮肤始终长不出来 7月21号 7月26号 农包结甲好了 8月1号 第52天 一,由于睡眠质量好 心态从负面转变正面 也知道平常农姜汤补充不够 只有来基金会才喝 但是却有莫名其妙的信心 二,夏天36至37度 7月初开始晒太阳 只觉得皮肤很痛 环境很热 但是温度进不到体内 整个月都胃寒 现在觉得环境暖和 体温像春天一样 就待在树下 穿着防晒衣 补充热能 持续运动不眠 三,以前浮姜粉 会热到爆炸想摔东西 现在会深呼吸 静下来静静地等 四,结果伤口复原 愈合真快 一点也不想去抓 肤色越来越正常 从黄色变白皙 也没细纹 月经正常六天 7月26号 8月1号 8月6号 7月2号 7月16号 8月31号 2014年11月26号 皮肤过敏挤进痊愈 前后169天 2014年11月26日 2014年11月26日 皮肤过敏挤进痊愈 前后169天 4周ap 5月6日 2014年11月29号